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之前说了 Python是利用包和模块来组织它的项目结构 我们之前也说了 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是不可能只有一个包和一个模块的 它必然是多个包和多个模块之间的相互调用而构成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现在新建一个C7.py 好我在C7.py里面 定义一个变量A等于2 好那么我在C7里面定义了这个变量A 并不仅仅代表我只想在C7里面来使用这个变量 如果说一个模块所定义的这个变量 只能在它本身这个模块内部使用的话 那么我们软件的这个复用性就根本就不存在了 你在C7里定义了一个这样一个A等于2等断 那假如说我在其他地方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么我们在C8里面再定义一次 在C5里面再定义一次 这样肯定是不合适的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些重复的东西 我们是需要从其他的模块里面来引用的 好那么其实我所讲的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软件复用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原理 我们一定要把一些公用的东西或者是说重复的东西提取出来 放在一个模块下面 然后我们在其他的模块里面来引用这个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重复的编写 好那么我们可以在C8里面直接使用A吗 软件A看一下 它是C8.py 不行它会报错 它能说这个内部A变量A没有被定义 因为如果你不引用的话 这个变量A是不在C8里的 它在C7里 好所以说我们需要把A这个变量从C起导入到C8里来 好导入Person的语法主要有两个 我们现在介绍第一个 我们可以使用Person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import关键字 非常的形象 import导入 来导入另外一个模块 好那么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的是import后面 它只能跟这样的一个模块 也就是我们说的ModuleName 好那么我们现在在C8这个文件里面 想去引用这样的一个C7这个模块 所以说我们直接在后面接上这个模块C7 好就可以了 好那么由于C7只是模块 我们如果想使用C7下面的变量A 我们是需要通过模块以点某一个变量的方式 来引来使用这样的一个A 否则的话这个A是找不到的 所以说引入模块下面的某一个变量 包括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除了引入变量之外 还可以去引入这个模块下面的函数 等等 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引入的方式和我们之前所讲的命名空间的路径 A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这个点号 好理论上面来讲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导入了C7 我们就可以printC7.A 打印出A的这个值了 但是让我们实际的来运行一下 看看 好那我们运行一下 C8.py 好那其实我们NameC7没有被定义 这个C7是没有定义的 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颠倒一下 我们把import放在前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运行结果 好我们再次的运行C8.py OK没有报错 出现了这样一个结果2 好在这里显示的 好那么刚刚我们的这个顺序的颠倒 其实我想借助这样一个事例 跟大家说一下Pathon它是一个解释型的语言 所以说当Pathon去运行代码的时候 它必须要遵守一个先后的顺序 如果你在引入C7之前 就去使用C7这个模块的话 我们的Pathon的解释器是会报错的 因为当解释到这一行的时候 Pathon的解释器还不知道C7是什么 所以说它会报错 这个并不是说Pathon是这样的 很多的这种解释型的语言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但是对于有一些编译型的语言来说的话 它们确实可以让你先使用后定义 但是总体上面我个人还是认为 还是要遵从这样的一个先定义再使用 因为这个是符合我们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的 你都没有定义这个C7对不对 那怎么能使用它呢 好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码都已经成功的运行了 但是这个地方 PYLint还是提示我们无法导入这个C7 都已经运行了 还提示我们没法导入 好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是Pathon语法的问题 而是这个VSCode对于这样的一个解析的问题 我特意换了一个ID 这个就是我们Pathon里面 另外的非常知名的一个开发工具 它叫做PYCharm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在PYCharm里面它就没有提示你错误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如果随意打一个字符 它确实是那时候会提示错误 但是确实它不会报这个C7无法导入的错误 所以说这个大家请忽略掉 好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 是这样的一个C8去引入C7 它们两个是位于同一级别的 我们现在看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好假如说我在这里加入一个文件 加入一个文件加T 然后我们把C7把它放到T这个下面来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运行一下C8.py 看一下 好这里面是会报错的 那么此时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的问题的方式 还是我所说的命名空间的方式 Import的时候需要 Import T.C7 因为C7现在是位于T这个宝下面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需要带上它的命名空间 好相应的Print我们也需要使用T.C7.A OK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 好还有成功的执行了并且打印出了结果 好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推想到我们如果我们的C7它还在T下面的纸包里面 甚至是纸纸包里面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加上它的一个命名空间 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在这里运行之后 我们的这个目录上面自动的生成了一个 自动的生成了一个下滑线 双下滑线 PyCatch这样的一个目录 然后这个目录是由Python解释器自动生成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pyc文件 然后我们打开了最后它提示我们 这个它是一个二精致的 所以说我们无法在WS Code的预域了 好那么这个.pyc文件是什么 这个.pyc文件就是我们Python的解释器 它所编译的一个字节码文件 好那么这里面我对这个.pyc字节码文件 做过多的解释 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对于这个自动生成的东西 感觉到奇怪了 .pyc文件是可以提升 Python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运行效率的 好 好 如果你想去详细的研究这个.pyc文件 这个可能需要一些编译方面的知识 甚至是这样的一个Python虚拟机的知识 好 那么这里我们对这个import做一个总结 首先一点是大家要明白的 import导入的总是一个模块 我们是不能够在import下面直接导入模块下面的变量 这样是不行的 这一点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么由于import只能够导入模块 所以说当我们要引入模块的变量名的时候 就需要用模块的变量名的方式来应用 这个是很多人认为import的一个缺陷 它会让你的这个代码的长度会有所增加 假如说你的这个包的嵌套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有五六层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被你用起来确实是比较麻烦 好 那么我这里能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 可以简化这个入境的一个方法 就是能够的这个关键值 import t.c7 然后够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够随便起一个标识符 我们暂时用交给m 好 这个时候你在引入这个a变量的时候 就不需要打很长的这样的一段字符入境了 你只需要使用m.a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底可不可以 还是免c8可以 它依然打印的是这样的一个2 所以说这个二字关键值可以 把你的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命名空间 简化成一个字符 或者说是一个标识符 但是import你无论再怎么简化 还是要有一个点的过程 比如说你把三到四个点 所组合的一个命名空间的简化成了一个 简化成了一个标识 但是最终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标识 再来点这个变量的 好 那么import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需要多写一些这样的一个命名空间 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 好处是在什么地方 好处就在于 好处还是在于 你一眼就可以看到A变量 到底是属于哪个包 下面的哪个模块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 好 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import的这样一种导入方式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我们会再讲 它是导入的另外的一个语法 另外的另外的一种语法 是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引入的时候 命名空间过长的问题 好 各位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